大米粉是市售的 150克 还有我们的花生和芝麻碎 适量 下边我们介绍配料 有豆芽 有冬笋 有虾仁 有牛肉丝 有猪肉丝 还有大蒜末 它的调料我们介绍一下 有盐 有生抽 或老抽都可以 还有我们的芝麻油 就是香油 还有我们的水淀粉 用生粉 好了 下边我们开始操作 好了 我们首先要把火打开 加入适量的植物油 下边把我们所有的配料 生的料都要炒一下 好了 现在我们的油锅热了 把我们这个肉丝先炒一下 好了 关小火炒 好了 下边我们把我们的菜 冬笋 豆芽 还有虾仁一起炒 好了 最后把我们的大蒜蓉 倒到里边 提香味 不要提前放蒜 你炸那就红了 好了 现在关火 好了 所有的配料我们炒好 炒出来 好了 下边我们锅上做水 把火打开 把水烧开 好了 我们锅里边烧开了 现在把我们这个粉 倒在锅里边烧煮一下 好了 好了 我们准备好一个碗 现在我们把这个粉捞出来 好了 一定不要煮过火 提前泡一下我们这粉 好了 下边呢 我们开始调口味 往我们这汤里边的调口味 好了 我们放适量的酱油 好 稍微有点红颜色 再放适量的盐 好了 现在颜色调好了 下边呢 我们用我们的芡粉 这是生粉调的芡粉 把我们这汤呢 调出有点 黏状 不是那种全都是水 能看到的跟做汤一样的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开始把我们这个芡粉 好了 轮到锅中 好了 我们这个呢 热切粉的汤就做好了 好了 下边我们关火 好了 我们把这热的切粉汤 好了 盛到我们这粉上面 好了 下边把我们炒好的 我们的配料 放在我们的这个粉上边 好 把香菜也放在上面 好了 最后呢 我们放一点点花生和芝麻碎 还有香油 我们这道海南粉呢 就做好了 它的特点呢 是口味咸香 让我们来看看 视频道